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还是斗到一起了 太哥 这你争我夺的日子也该过去了 等这批货出手之后我就不想干了 听说你在城里也干起了餐饮 是啊 你知道吗 这个姓姜的来了以后 我那几个大洞子都给封了 听说这个姓姜的很有点雷头 要不然我早收拾他了 都是他们瞎说 还不都是为了他们自己 你想 他要是真有来头 他能不联合那国有企业来挖咱们的墙角吗 金老弟 你记着 有来头的人是不会站在第一线上去拼杀的 你那个毒眼龙还关着呢 太兄 我给你个信 反正我是要撤出来的了 你可知道 那个姜队把弯子里的不少人都弄到橘子里去了 我知道了 如果这些证据让姓姜的搞到手 天虎和他那帮人就是杀十次 弯子里的那些人也不解恨 其实很简单 一人做事一人当 他其实早就该死了 盖子 我也给你一个信 你知道吗 你的外瓜子就是天虎杀的 那匹金子也是他囤的 他在北营子还买了地产 你怎么知道的 我的话你可以不信 但这个材料你要看一看 江队 该坦白交代的我都说了 我哪知道这些图片是从哪来的 我告诉你 你应该明白 今后不会有任何关系能够帮助你 这一点你心里要清楚 至于你过去犯的那些事 你应该比我清楚该判什么罪 江队长 起来 江队长 我不想死 江队长 起来 我不想死 我真的不想死 都是天虎和黑子他们支持我干的 他们才是头 我只是一个帮手 我真冤枉我 我真冤枉我 我知道一个人 他可能和这些贩毒的有联系 说 我只知道在外号叫铁头 这名我也不清楚 具体地址你知道吗 他和我是对头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对 那弯子 弯子口 六 六号框口那些 收镜子的人 可能知道他在哪儿 江队 出来一下 好 我出去一下 警察大姐 我冤呢 那些怪事 哪是我一个人干得了的 不是 是你用卢孙往这个女孩子身上刺的刺 是不是 不是我一人干的 不是 你这个冲伤 我踢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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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芳 冷静点 周芳 我踢死你 阿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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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队 嗯 就他们几个 都站起来 站着 来 说你呢 转过来 转过来 把头都抬起来 抬起来 说你呢 查就查吧 看我脸干嘛 来 哎 你可够狠的 你小心犯错误 出去 怎么着 还怕我看见脚 你这不是已经看见了吗 注意啊 保密 别让焦队知道 说真的 要不是怕犯错误 我真想把他的眼睛踢瞎了 李强 你说他的眼睛也不瞎 为什么叫独眼龙呢 那是他的外号 他活不了几天了 崩塌那天 我一定要亲眼去看看 就你那小胆子 得了吧 还吃得下饭吗你 行了 谁都有第一次 你说实话 你第一次看见烂成那样的死人 你吐了没有 吐了 可我是躲厕所里吐的 没人看见 可那地方没厕所 我可不像你 好几天都吃不下饭 对了 我抽烟就是那会儿学的 给我一支烟 会吧你 你真学会了 行啊 我这个人呢 就这点好 学什么像什么 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过你别让江队知道 怎么着 怕他说你 不是 我是怕他嫌我抽烟的样子难看 没准啊 他还觉得挺好看的呢 强子 快快快 江队来了 强子 我的袜子穿反了 我从穿 你要是光着脚 他那腰我倒是不怎么担心 你这脚可就完了 我 可他太可恨了 他是可恨 那是他的事 你这个奖金没了 到时候写个检查 没了就没了 谁心 强子 打盆凉水去 拿过来 我告诉你 受了伤之后 不能马上揉 也不能够用热水去敷 二十四个小时以后才能 你知道吗 好了 你点舍着点 好嘞 这就好 我说你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你 我们家你也去过了 我妈病成那个样子 你也不是不知道 就那四百多块钱的工资 够干什么的 我妈一个月要费 就要七八百块钱 就那四百多块钱 老板还要占我便宜 你说我该咋办 再南 你怎么能做这种事 你说说你 你妈要是知道了 得多伤心呢 找地儿 这是你爸爸的 我的一部分安葬费 本来我是要给你送过去的 那回去吧 在家好好待几天 也好好想想 你工作的事 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钱收好了 也丢了 好了 孩子 帮我把他送回去了 走吧 江队 我已经把陶器送到狐狸院了 现在一切都好 走吧 老孙 老孙啊 杨队出车祸的那一天 他根本没有喝酒 对吗 我知道了 有那么一天 我也会是这个结局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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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盖子手下那个老赵 刚才又打电话来了 想约您谈谈合资 开药店的事 按道理说 卖药能赚那么多钱吗 那天盖子可给我估计了 说能力特别大 不过 那可不是一笔小顺的 三姐 现在可什么都不好干的 餐饮娱乐都不景气 咱那酒楼歌厅 也不怎么样 不过 听说搞医药 还是挺火的 是吗 不少药店药厂都赚了钱 三姐 这项投资还是挺大的 您还是好好考虑考虑 再做决定吧 这想挣大钱呢 就得投大的 我决定跟那个姓赵子合作一把 去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后天下午 到我这来签合同 好 好 警队长 我冤枉啊 上车 走 我冤枉啊 走 我带 放 放 放 你别去了 我没事 江队 对 金盖子知道是我干的 老大 金盖子说他要从湾子里撤出来 这点金子算他送给你的 算是交个朋友 我周锋说要的就是要的 说抢的就是抢的 你告诉他 要是想送给我 就真的给我送点 老大 二台子刚才来电话想肯定谈谈 他也想滚蛋了是吧 听说他们在市里和南方合资搞房地产办厂子 你见他吗 他是怕我抢的金子 你去吧 听说那独眼龙到市里要盼了 这小子算是活到头了 对了 老大 现在局子里埋了不少眼子 我们还是到市里避避风头 那一百斤白面是谁弄到咱们地盘上的 兄弟们正查着呢 估计是二台子的人 干这个比倒卖黄金 那利大得多 老大 那头来电话了 那个女孩还没有找到 所以这钱 我知道了 出去吧 出去吧 好 出去吧 好 妈 给你妈倒点水 江队 多亏他们又多给了点安葬费 嫂子 就如今 她是机上得了 嫂子 你这话就见外了 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 她不也得帮我吗 是 对了 嫂子 你看病那些条子都还在吗 赵弟 爱妈 你买那些药都开票了吗 开了 赵弟 你把那些药条子都交给叔叔吧 我那个朋友 打领给报 对 叔叔 这个不少钱 没关系 他们一顿饭就得好几千 这个他们出得紧 叔叔 今天在家里吃饭 我去买点菜 不用了 今天咱们就在家下面一条 不 妈 我还是去买点 找地儿 去吧 你让他去吧 这孩子 我这一个月我给你三百 管吃管住 事用期一个月 行吗 好的 江队 不是我说你 你工资又不高 还保销医药费四千多块钱 你到哪去找这笔钱呢 我这答应人家了 就得帮人家办 江队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小姐 请问钱经理在哪个房间 预业了吗 预业了 我怎么不知道 一会他会告诉你的 这儿 谢谢 那我先走了 你先走吧 你待会儿 待会儿 等会儿 小妹妹 我说我这办公室正缺名秘书呢 听话好好干 我一月给你六百 你看 你看 你看这手 多细 是不是 瞧瞧这手 多好看 这干醋活真委屈你了 这手还挺软的 我这手硬 我这谁啊你是 我应该让你去 让你学电脑感觉到好吗 你们 不认识了 江队 我呀 哎 哎 哎 我 这这 江队啊 放你出来那年 是几月 啊 哎 哎 这这 就就就九几年 那 哎呦 瞧我这记性 你 我这我这我这也忘了 你是 再想想九六年吧 对对对 九六年二月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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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次多亏您了 嘿 哎 你现在是啊 真有钱了 招人连手都看了 哎 工作态度不错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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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光选秘书 哎 哎 哎 江队啊 你派的那个人啊 他干的不错 可没干几天她就走了 这怨不得我 是不是因为她的手很硬 不是 江队 您这说哪个话 您接上来的人 那我哪敢碰 那是她跟我胡说八道 一个小姑娘 自个儿往自个儿这脸上抹黑 你信吗 不是 江队长 这可是天地良心 我连一个手指头 我都没有碰过她 我要是把那个 你碰了一手指头的小姑娘带来 你怎么向我交代 我 我 我这 我这 我那天正好开心 我摸了她两下 她就走了 她要是不走 你不叫 江队长 饶了我吧 我是乌龟王八蛋 我 我不是人 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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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着 我把那女孩找回来了 我告诉你 她可是我干女儿 工资 你看着办 江队 没有您 哪是我今天 这样吧 她来了 我给她开一千五 不 两千 两千 我马上通知财务部 别着急 我这还得医药费 不多 就四千多块钱 没说 小雪 小雪 天姐里什么事 那个 告财务 给我提五千块钱 就出了我马上有 快去快去 快点啊 江队长 江队长 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啊 黄金海鲜 今天马上我请客 空运来的 海鲜就算了 认真干你的工作 是 我们走 来 来 江队 你还有这样的朋友啊 怎么 很好笑吗 原来江队就是这样给人家报销药费的 说实话 江队 你真的救过他的命吗 嗯 差不多吧 他呀做生意有两百多万的被人家给骗了 这小子一急拿着刀找人去算账 让人呢给捅了 那天呢正好赶我查案子 纠缠囊工啊 那刀还把我也给扎了一下 上这了吗 当然了 后来呢 我确实知道他真的是被骗了 在写报告的时候 我就没写他袭警 还帮他说了几句话 后来呢 他给我磕了十个响头 还说要报答我 这人倒不坏 就是一个毛病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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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铁头收金子 你也敢藏一手 以为有个江队长给你们撑腰 你们就可以翻天了 是不是 哎呦 小子 柳子 你小子大也大了 敢跟我铁头玩 没有 没有 我不敢 去 这个抓捕方案 还有什么意见吗 江队 咱们这点警力 抓一个黑字 已经很吃力了 江队 那一带的地下洞子比迷宫还复杂 去年六月 张明就是在那一带抓捕金老二的时候牺牲的 在这一带需要多少警力才够啊 就是警力来了 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适应 江队啊 现在在这一带又发现了一个团伙 为首的叫周峰 带一点黑社会性质 这个问题 这伙人一定要把它拿下 强大 你放出去那几条线索 一定要把情况摸清楚 知道 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就照这个计划 执行 这个原因是 台总 是我 台总 什么 我真的不清楚你说的下一步是什么 台总 我问你个事 杨队长的死是不是真的死一车祸 什么 好 好 好 顾元龙 没等老子收拾你 先吃老子的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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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有警察 有警察 警察 怎么办 你有事 别怕 事故躲不过 尽动 好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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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点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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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 留几个在那儿hearted 停下 留下 快 太总 我知道你在听 你给我听着 如果杨队长的死 这次真的和你有关系 我一定放不了你 曾队 你现在说这话晚了点吧 这话应该我对你说 不信咱们走着瞧 你们什么都抓不住我 你明白吗 什么都抓不住我 和你的尾巴却在我的手里钻着 你说今天能抓出来吗 说什么呢 今儿谁进去了你知道吗 你江队 我看看 出来了 走 快走 抱着他 快点 快走 老实点 你滚 走 老实点 快走 老实点 方子呢 他不是跟着你的吗 在里边呢 你呀 快进去 方子 你去哪儿了 还说呢 我的脚疼 方叔 你那鼻子怎么了 没看见呢 碰的 江队 您这是抓人来了 还是当保姆去了 你就别逗他了 没事吧 没什么 什么 铁头让雷子抓住了 姓姜的想给老子玩真的 你出去吧 拿出来 什么呀 钥匙 抓住他 抓住他 还跑你 抓住你 抓住他 看 你就这样跑 过来 钱钱钱 走 快走 你干什么呀 走走走 偶你 看着 你看着点 这什么 我不知道啊 看着 我哪知道 不知道 老实点 看着 这怎么回事 又不是我放的 不是你放 老实点 带走 走 我只负责收金子 货怎么从弯子里弄出来 我真的不知道 你给谁说话 勾子他们 他们 还有谁 叫不上名字 说我人老坏 你可能知道 干这行的有规矩 名字都是假的 这么说他们都是勾子手下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矿点是勾子公司的 他们采金都是有手续合法的 这么说 你啥事也没有了 我只不过在收货时动过几次手 收货的时候动过几次手 这点你比杜耀龙要老实点 他一开始 连动手都不承认 你知道他判了什么罪吗 我知道 不知道 看来你是知道的 你问吗 我要是不问 你就什么都不说对吧 黑子他们在暗中犯毒 有两个毒贩子我认识 你们怎么认识的 不少矿点 让他们拿毒品换金子 你说的这两个毒贩子 他们现在在哪 就在黄金酒楼 现在不在了 听说去云南了 你认识一个叫马子的吗 认识 给 说说马子的情况 这个马子我在歌厅见过 他很有来头 继续说 是 丹子 不会搞错吧 这 台总总不会把自己的人 送给咱们来处理吧 咱们俩斗了那么长时间了 今儿终于坐到一块 知道什么叫吐死无碑吗 什么意思 独眼完了 我想他一定会把我扯进去 就是他不说 那些证人也会要了我的命 你怕了 那批货他一个人独吞了 不为了那批货 那能干掉瓜子吗 这小子知道的也忒多了 所以咱们得赶在江队长之前 坐掉他 要是落在江队长手上 咱们俩迟早得玩玩 他伤那两个兄弟地方就在这 他就是要跑 也只有这条路 你怎么知道 他要是躲 也只能躲在这一片 他能躲的地方我都知道 这一片我不熟 那怎么着 我不熟 他也不熟 哦 嗯 嗯 先生 你选个小姐吗 给我来杯酒吧 你要喝什么酒 我要喝XO 去 拿两瓶二过头来 不嘛 我不喝白的 我让你去你就去 请慢用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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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给我出去 滚 娜娜咱们的钱快够了 哎 娜娜 你怎么哭了 你别问我 我就是想哭 是不是就因为那些找你的人 你别问 别哭了 哭什么你 起来 你们放开我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快走 放开我 知道吗 我平生最恨的就是毒品 我知道 周大爷 你又想拿那些东西害我那些淘金的兄弟们 周大爷 你饶了我们吧 我们也是受人指使啊 哼 我也不想杀你们 可要我就这样放你们 你们下回还得干 不不不不 我们不会了 不会了 饶了我们吧 二弟 把他们的爪子给我掏出来 好 快 周大爷 周大爷 快 快 走 走 我的眼睛 好瘦啊 你的手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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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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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